那怎么躺着人呀 姑娘 姑娘你怎么了 姑娘你醒一醒 姑娘你醒醒姑娘 姑娘 姑娘你醒醒呀姑娘 你起开 媳妇媳妇 这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呀 我就看这姑娘在这躺着呢 行了 我等一下再找你算账 喂 120吗 站住 你带什么去啊 小伙子 我上班又迟到了 你去上班 你还想着上班呢 这我媳妇还在手术室呢 我告诉你 我媳妇 要是有个三段两段 我找不了你 小伙子 我都跟你说了 你媳妇 她不是我撞的 你说说 我这伙心 她太坏事了 你说什么呢 你的意思 我冤枉你了 你有证据吗 那里有密监控 我去哪找证据 你连证据都没有 那说明就是你撞的 要不然 你怎么会在那里 扶我媳妇呀 小伙子 话不能这么说呀 我上班的路上 看到你媳妇晕倒了 我呀 就赶紧去救她 你不说感谢我 你在这里还诬陷我 谁诬陷你了 我告诉你 我和我媳妇 出去的时候 这我媳妇 她好好的 我就回家拿个钥匙 她好好的 怎么可能会晕倒呀 这非明就是你撞的 要是我撞的 我能救她呀 那是你心虚 你害怕 你跑了以后 那责任更大 小伙子 我都说了 我没抓你媳妇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先去上班 今天领导来检查呢 我如果不去的话 这领导会把我开执打 这样吧 我下班 我下班再来 那不行 你走了 我怎么去找你呀 我告诉你 你想走 也可以 给我拿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我只是个清洁工 我去拿那五万块钱呀 老太婆 我给你要五万都是少的 我媳妇 怀孽呢 都怀孽了 那可是 两条人命呢 如果我媳妇 她没事 什么都好说 如果有事 五万块钱 我还不愿意呢 这做的什么事啊 别人 不是好意好意 救人 还被人家误会 还恶事了 谁饿你了 你说话 给我注意点 我看你是个老年人 才没跟你动手 要不然 有你好我的吃 那我现在身上也没钱 怎么办呀 那你打电话 让你家里送钱 我的孩子 都在外地呢 没在家 要不唱吧 我回去给你拿钱 行不行 你自己回去 那不行 万一你跑怎么办 我跟你一起回去拿钱 那行吧 哥 我嫂子怎么样 你嫂子 还在守护士呢 这个老太婆 抓紧你嫂子 我现在 给他回去拿钱 你在这里 等你嫂子 有什么事 给我打电话 好我知道 你赶紧去吧 走 王妞妞 对不起 我今天迟到了 你这不是迟到 你是叫矿工 你是不是知道 我今天 在上班的路上 遇到一件事 所以才来晚的 你遇到什么事 能比工作重要 昨天下班是怎么说的 今天啊 有领导检查 每个人都不能请假 你呢 这些矿工 你知不知道 你负责的那片区域 被领导 出啥道了 这领导 抓着我 狠地训了一顿 还抠了我 一万块钱的奖金 王经理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行了 道歉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 这活啊 你也别干了 你给我滚吧 王经理 我求求你 别开除我 我需要这份工作 要不这样吧 以后啊 有礼拜天信息 我不休息 我天天上班 你天天上班有什么用啊 你天天上班 才能挣几个钱啊 行了 我俩懒得跟你废话 要不是看来 你年纪大了 我肯定找不了你 给我滚 王经理 我求求你了 你滚不滚 这人气宿 怎么说的 就是不听 哎 陶子 看到你个孩子 没事 我就放心了 你不知道 当时 可把我吓坏了 那个老太婆 竟然撞了你 大帅 省个意思 不是陶子 你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当时 有个老太婆 把你撞倒了 可把我吓坏了 撞我 没有人撞我呀 没人撞你 那你怎么摔倒了呀 而且啊 我还像那老太婆 要了五万块钱呢 大帅 我记得 我当时 是在那等你 我自己晕倒了 没人撞我 而且 我还迷迷糊糊 听见有人救我呢 什么 你自己晕倒的 你说的真的假的呀 是啊 是我自己晕倒的 怎么会这样 哎呀 陶子 这下坏了 我当时 还以为 是那个阿姨 把你撞倒的呢 我还给她 要了五万块钱呢 什么 大帅 这件事 你为什么不弄清楚啊 你这样做 不是让好人 含了心吗 这以后 谁还敢做好事啊 哎呀 陶子 我当时 不是太着急了吗 所以才能要做的 哎呀 这事该怎么办呀 对了大帅 你知道 那个阿姨家吗 嗯 我知道 当时 我给她要钱的时候 去我她家 那这就好办了 咱们啊 拿着钱 赶紧啊 给阿姨去道歉 那行 那这孩子呢 没事 先让咱妈看着 那走吧 走吧 谁啊 来了 阿姨 阿姨 你们怎么来了 你不是把钱 给你们了吗 阿姨 你别害怕 今天啊 我们是来 给你道歉的 是啊 阿姨 你别误会 那进屋说吧 你们两个坐吧 阿姨 这是给你买的东西 人就来了 拿什么东西啊 让你们破费了 阿姨 这当时 确实是误会你了 这是我们的 一点心意 是啊 阿姨 你就收下吧 小伙子 那天 我怎么说 你都不相信我 哎呀 阿姨 真的是对不起啊 这当时啊 我太着急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以后再做事 要调查清楚 再去做 可别再怨恨好人了 是是是 对不起啊 阿姨 这件事啊 我刚弄清楚 在家 我还说了他一对 这不 赶紧过来啊 给你道歉来了 这误会解开了 也就没什么了 因为这个事 我还把工作给丢了 什么 工作给丢了 哎呀 阿姨 真是对不起啊 给你添麻烦了 是啊 阿姨 没事的 这工作丢了就丢了吧 阿姨 这怎么说 都是我们的错 这样 我今天啊 是给你送钱的 这里啊 有六万块钱 你拿着 小伙子 这个钱我不能用 这五万多年是我的 我就收下 阿姨 这一万块钱 你也拿着吧 你看 因为我 你都丢了工作 就当是我们给你的补偿 小伙子 不是我的钱 我真不要 这钱 你还是拿回去吧 阿姨 你真是个好人 是啊 阿姨 如果不是你救了我 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那孩子有事吗 阿姨 这孩子啊 挺好的 好就好 哎 阿姨 你工作丢了 大帅 你公司还缺人不缺 要不 给阿姨 安排个工作 不用了 不用了 你看 我这年龄大了 也干不了什么了 阿姨 这我媳妇说得对 你啊 就去我的公司上班吧 你看 我们补偿你啊 你也不要 正好 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 你去我的公司上班 我给你啊 安排一个 工作轻松的 工资有哥的工作 小伙子 知道能行吗 阿姨 怎么不能行啊 你是个好人 这好人啊 当有好报 我不能啊 让好人还耐心 阿姨 你就答应我吧 让我补偿你一次 是啊阿姨 别犹豫了 就去吧 那行吧 我听你们的 阿姨 要不然这样吧 你看 今天快到饭点了 要不 我请你吃饭 你看 让你亲口吃饭 多不好啊 要不上吧 再加持 我跟你别做 不用了 咱们出去吃 那行 走吧阿姨 走 咱们出去吧 感谢观看